好,我來試一下 錄一次反轉旗 反轉旗 反轉旗的技巧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佔領這個邊角 或者是因為它有障礙 所以你可以優先佔領障礙的左右兩側 旗人上優先不要去佔領這個 準外圍 也就是最外圍裡面的那一圈 準外圍 比較危險的那一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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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哼 它 它这个技巧是对的 它有这个占领障碍旁边的位置 它有这个意识 如果我站这位它其实反着可以打了 打了脚的位置 但是不能 这个位置是不能站的 如果这里站了的话反而来的边角都被站了 好它暴露了边角的位置 所以这就是战术问题 理论上 如果你是采取连线的办法 反而会让你失守 最好就是那条线不要连起来 要让它断 断开 这样子断开的话一边被攻占 你反过来另一边还是有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不要用在准外围的地方 这样子呢 你是有机会 等别人家占领完准外围 你就去占领那个边角 那么试一下下一轮 断开 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采取的是对角线战术,其实这个方法是很好 它太早就占领准外围了,其实这就让它失手了,你看边角就没了,但是它也占领了这个很重要的位置 太早就占领准外围,其实不是很好的办法 你看它这样子站的话,其实边角就没了,这角落位置就失手了 然后记住,你的B首点的连线,它横的连还有竖的连的位置,是一定不会被攻占的,现在是绝对安全的位置 如果你的这个B首点被别人家占了,你就占领一个,你就占领一个点 然后让后面不要连起来 然后让后面不要连起来 那没有问题,因为对角的位置被人家占了 那没有问题,因为对角的位置被人家占了 但是它主要的星星也就是难,它只有这个位置就可以占了 那它的话,这个位置 只要这里不先优先去占,那这条线就不会被占 好,看一下下一轮 然后来看这一局 这一局有三个位置是处于对角 那准备外边缘 哦,不对 他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意识到这个位置很关键 他没有占领意识 好 站岭檢摄置自卫 好,再来点准备自卫 吓 喝 我為你用來電腦 不是用來電腦 不習慣了 不習慣了 我現在會用來電腦 對,你會用來電腦 讓我想用來電腦 我會用來電腦 我會用來電腦 好,占领一个这个匕首点 但他也占了另外一边 嗯 对位置不可以占 他占了这个位置相当于他失手 那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 如果走到这里 他应该走这个位置 不然他这个位置没有 好,这几角先是不是一定守在这 但是这里有位置 因为他在这里 然后这个对角位就没有 所以他占了一个对角位 但是不要先占这里 如果由先占这里的对角位 他是对角位 因为这边有个障碍物 所以其实占了也没有用 他占了也没有用 对不对 但是他由于左上角的位置 他就往下打 那这样就没有 接着上你占领的匕首点 嗯 越多 理论上你胜算就越大 除非 就你占了只是 某一个 某一半的大范围 那反过来 其实你反攻你另一半的时候 你能落的位置不多 因为对方的棋子和 他 他的位置啊 本来就不多的情况下 你去 反过来去占 不是很有力 虽然你已经占了大半 大半部分 的